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加成指数 今天的加成指数 它早盘就已经开跌309点了 然后你以为结束了吗 没有结束 今天最低是跌幅 是超过千点的这种跌幅 但是尾盘虽然有拉升一点 但是中场还是一样下跌774点 今天量能7047亿 也是爆了一个巨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 盘面上 我认为后面的形态会改变 所以在这边大家操作 不再是乱枪打鸟 后面行情怎么看呢 我们如果说从K线图的角度来看 今天 因为我过去我有跟大家讲 3月8号 这一根带亮黑K的下影线 低点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3月8号这一根带亮黑K的低点 作为多空的攻守区间的点位 那么今天不一样 今天爆出了7000多亿的量 是cover掉3月8号那一根的量 但是呢 它是不是在季线以上直稳 它回撤季线 在季线以上留了一个下影线 留了一个下影线 所以呢 我们未来的看法 在下一周的看法 我们要怎么看呢 我们要以今天的 今天也是差不多季线这个位置 就是今天的低点 差不多季线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攻守的一个防线 那下周呢 我预期 就会在月线跟季线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区间 做一个区间 但是在操作的方面呢 你还是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说 哪些你要小心 哪些你要避开 我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分享 那大家今天 其实最重磅的消息就是 关于我们的权王台积电 那台积电呢 昨天它的法说 大家期待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那昨天呢 它的法说爆出来 有些人认为 这是利多 或大涨 大涨 结果呢 结果今天 不只是美股修正 就算了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以医的冲突 又再度的加剧 那所以呢 今天呢 引爆了一些 一些 众多的一些 的讯息 直接灌杀台股 所以呢 今天台股盘中 会跌超过千点 跌超过千点的同时 你是不是要更加的冷静 那台积电的法说 今天可能很多人 会跟你说台积电的法说 那台积电的法说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季 EPS 8.7元 那其实是季减 那季减 那年增 年增 那第二季的财测营收呢 预估 季增呢 是4到8% 资本支出 它是维持不变的 所以呢 今天一些设备 台积电设备的概念股呢 惨招 惨招 打压 那HPC呢 保持成长 智慧石手机也处于成长 但是呢 抗坏车用 抗坏车用 那下调 我认为最重要的 有人跟你说 这是台积电法说暴行 因为你看 它的EPS 年增是双位数 年增双位数 但是美姐看到的不是这个 美姐看到的是什么 它下调全球金元代工成长 有本来的成长20% 下调到成长10% 我认为这一个 是今天的关键 你们想说 下调成长到10% 那也还是成长嘛 对不对 但是呢 美姐要跟大家讲 美姐给大家一个结论 美姐的节目时候 肯定的答案没有 某某某个叙述 台积电它是整体 电子产业的一个先行指标 它不只是护国神餐 不只是 金元代工的龙头 它还是上游的 上游的 那它会调降 金元代工的成长 一定都是从下游 燃烧上来的 那另外呢 红字我标出来 我的看法 AI它的爆发性的成长呢 我认为可以 cover它衰退的部分 也就是说 车用的部分 那短线上 你的操作策略是怎样 避开 高融资的电子股 高融资的电子股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那 等待融资下降之后 找买点 那哪些呢 哪些个股呢 其实我在这几天 你如果锁定梅姐节目 或者是加入梅姐 小小鼠QQ208的朋友 你就都知道 我就跟大家分享什么 你要避开 避开高融资的电子族群 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 介绍几档 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东西很多 3661的世新KY 3661的世新KY 在前几天 它指纹了 很多人跟你说 是不是可以抄底 看我们第一阶 但是梅姐 是不是在节目当中 都是公开的 跟大家讲 融资连环套啊 所以在那边 只是反弹 所以你要避开的是 这一类股票 3661世新KY 梅姐节目 就只有肯定的答案 没有模拟两可叙述 3661的世新KY 先避开 6643的M31 也是一样哦 融资呈现连环套 所以呢 这种时候反弹 你是要先避开的 那3443的创意 依然也是一样 你看下方的融资 你就知道 连环套在下杀的过程当中 它是呈现 融资有在基业的 这个姿态 所以呢 当它上涨上去 融资它有可能会遇到 一个解套的卖压 所以呢 融资连环套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 关于3443的创意 反弹 你应该要站在卖方 那么等待它融资消化之后 融资降下来之后 再来找买点 这样你了解 你清楚了吧 对不对 为什么呢 美姐的操作 一向都是领先 跟大家分享 美姐运用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 追高风险高 但是呢 低接 获利高 但是 低接 算是获利高 也不是说 所有的个股 下杀 你就都能低接 你还要看 各方的层面 那这些部分呢 我都节目当中 公开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的资讯 更多的技巧的话 都可以加入美姐 小老鼠QQ208 或者是 或者是在YouTube频道 订阅美姐YouTube频道 Q女王流量美的YouTube频道 美姐呢 都会在上面 做一些相关的分享 跟大家做介绍 那么 营建族群 大家记不记得 我想今天大家 很多人也许在跟你讲 营建族群 但是你如果有 锁定美姐YouTube频道 朋友 你会知道 美姐呢 没事在那边 跟你讲营建族群 谁会去跟你讲 这个营建族群 那营建族群 是不是果然 优于大盘 那今天台股座 大怒审 那你看到的 行情 你看到的 哪些股票相对的抗跌 哪些股票相对的弱势 那是不是都 验证了美姐 跟大家讲的 营建族群 果然优于大盘 营建指数 我在4月17号 今天4月19号 前天 我就跟大家讲 我直接拿整体的 营建族群 我还介绍了几张 个股给大家看 那营建指数 我当时我跟大家讲说 它突破了近16年来的高点 但是大家想想看 营建族群 它是成级了超过10年的一个族群 那它的 为纳量够不够 它资本额都是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 所以呢 我认为 它是可以有 具有延续性的 所以美姐呢 在4月17号 就已经跟大家公开 营建族群 营建指数 那你看今天 营建 我当时是拿月线给大家看的嘛 那营建的指数 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强一大盘 突破16年来的高点 持续了在往上 往上垫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哪些 比如说2501的国建 今天 2501的国建 虽然是有压回 但是你从K线时代来讲 美姐在过去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 美姐节目之后 肯定大家没有 模棱两口叙述 我认为 后续还有高点 后续还有高点 2501的国建 然后呢 4月17号 我跟大家分享的 还有什么 2504的国产 那为什么呢 我有跟大家看 大家看 我都直接写在上面 美姐节目之后 肯定大家没有 模棱两口叙述 你就会知道 投信在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开始都在建厂布局了 都在开始建厂布局了 你自己看一下 2504的国产 那么今天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到现在 是不是还是强于大盘 是不是还强于大盘 那美姐给大家结论 还有高点 然后再来 553次的长虹 我是不是也是当天 跟大家分享 我跟大家说 还有高点 那你看一下他今天 还有没有高点 投信在四月份 开始 开始进场 我是不是都是领先预告 是不是都是事后验证 没有那种马后炮的 所以美姐操作 永远都是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再来 这档南方明珠 你记不记得 我在四月十一号的时候 我是公开的 跟大家邀约 虽然我当时 我没有跟大家 讲名字 没有跟大家讲 这档各股是哪一档 但是我隔天 我就开牌了 为什么呢 你看南方明珠 当时的K线图 这是 在他当时的K线图 长这样 这是OK 结果咧 隔天 你看四月十一号 我是公开邀约 四月十二号 你看直接马上变这样子 为什么 喷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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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 要带你去追8% 9% 这不是我的style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 你如果有跟上 我的邀约的 你现赚一根 红K 长红K 8% 9% 是不是这样子 我十 四月十二号 我节目就直接公开了 2101的南港 就是2101的南港 如果你是美姐 来的家族成员 我在四月十号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了 四月十一号的时候 在哪一天 你看到四月十一号 四月十号 四月十号是在这边 是在这边 我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四月十一号邀约 然后直接喷掌停 然后今天再创 波乱新高 再创波乱新高 四月十二号 是不是 我的标果点前报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是我live的 家族成员 我是不是早上 9点前就分享给大家了 然后呢 四月十九号 今天 我还在跟大家分享 这档 2101的南港 那我们看一下 2101的南港 今天大盘中挫 700多点 南港上涨 已经看到五字头了 上涨超过5% 再创波乱新高 你看如果从日线角度来看 我是不是都领先预告 今天再创波乱新高 所以你看我 节目光是订阅我YouTube频道的朋友 你是不是也能够掌握 我都是领先预告 事后验证 没有马后炮 所以加入美姐 Lite 小老鼠QQ 208 营建族群 美姐给大家结论 不会这样就结束 不会只有这样就结束 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资讯 未来还有机会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静管浩 待会儿回来 凡事就是要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那么水资源 是政策概念股 你知道吗 我是不是都有跟大家分享 我在哪时候跟大家分享 今年的1月份 1月30号 关于会员专属的索马影音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档 8936的国统 当时股价五字头 那么现在 再创挂牌新高 今天是不是也是强于大盘 但是美姐的结论就是 还没结束 你如果领先布局的 你就能够抢得先机 你就能够抢得先机 这一句话 真的没有错吧 是不是这样子 那另外呢 在昨天 我也是跟大家分享 不要回领先报 所以你加入美姐Lite 小二组Q208 早上9点以前 你就都知道 水资源概念股有几档 尾数是3 那这一档是哪一档 就是8473的山林水 今天盘中还强功涨停 今天还是涨 今天大盘是跌700多点 但是美姐结论 还没结束 那你如果说看到 近期接二连三的跳电 你才联想到电的问题 电的这个议题 想要去买电 我告诉大家 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一下子桃园停电 北台湾停电 然后呢 接下来会不会蔓延 这都是大家关注的议题 但是美姐跟大家讲的是 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抢得先机 我测标不是写假的 美姐哪时候跟大家讲 政策的概念股的重电族群 现在大家都围绕在 这个电的议题上面 那你看我 2月2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华城中心电大同 华城中心电大同 今天大家都围绕在大同身上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在跟大家讲 大同的时候 你看一看哦 我在盘中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那种涨 6% 7% 8% 甚至涨停财能跟你讲 让你看着流口水 你也追不到 要排队的那种股票 你看 我当时跟大家讲说是平盘哦 当时的位阶是多少 四字头 那你若是我的老粉的话 我三字头就在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了啦 但是现在它成为盘面中的焦点 那我们先从华城开始看 我是有跟大家说 没有转弱讯号 你如果不敢追高 你可以不买 但是不要放空 那另外呢 中兴店是不是跟大同一样 大同还没涨 我就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为什么叫领先布局 才能抢了先机 中兴店我是压回的时候 才跟大家讲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时候股价不到120 压回有谁在压回 在跟你分享啦 就只有没解我 领先公开啊 现在1513的中兴店 200元大关来回测试 从120到200块 你看这多少的区间 是不是这样子 那今天你看到 这个大同变压器的这个 这个新闻 你才觉得 我没有把大同好像不行 你才想追吗 我告诉你 唯有你先布局 才能抢的先机啊 每一节2月2号 兔年就要跟大家讲了 3月13号的时候 我趁压回 我再度跟大家讲 这边是压回 是买点 有没有 所以你加入美姐 你订阅美姐YouTube频道 你都可以享受很多 那时候股价四字头 那 27年新高的时候 我带进果然 果然就是一定带出 我先走一趟 但是呢 我跟大家讲 重电族群的会来源 不只涨电价 还有强热电网 跟美国的基建外销 我也跟大家结论 重电新能源还没有结束 结果今天 大同再创29年的新高 我都是领先跟大家讲的 那再来 这个1609的大雅 从三字头到六字头 现在盘面上大家都在讲它 但是 你看看我是不是领先 在压回的时候跟大家讲 我们看一下3月20号 美姐怎么样跟大家讲的 我们看一下重播 1609的大雅 追高 我一向不建议 但是压回低阶 我认为 1609的大雅 务必就是它 旗下它光除合一暗场 这个月就会开始升转 那它现在股价 一抵比一抵高 那今天压回 全市场没有人跟你讲 就只有美姐跟你讲 1609的大雅 接下来我认为 重电族群会换它长 是不是重电族群 长过一波之后换它长 为什么我当时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看好重电新能源还没有结束 我要把大同卖一趟 我要把大同卖一趟 我要先走一趟 因为我从这边 我从三字头已经来到快六字头了 快六字头了 那它上领先不决才能抢的先机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发现 还有你当资金要抽出来 我不是那种买几百档股票的老师 资金签抽出来你才有资金 可以买更多 在低位阶的时候买更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1609的大雅 我是不是直接公开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就换它长 结果呢 三字头到六字头 今天再创破乱新高 虽然呢 1609的大雅 今天的走势 震荡的相当的剧烈 但是呢 你如果是领先布局 你根本就没有这种 担忧的那种感觉 没有担忧感觉 你不觉得三字头 它在六字头震荡 你还是获利 你有比别人多一个选择权 就是你要在哪里获利了结 就这样子 同线库存我不知道吗 要不然我不会这么笃定的 跟大家讲 接下来换他长 是不是这样子 当时你都看到重播带啦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今天你看到大同 你今天你看到的大雅 盘前你看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美姐领先预告在前面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想要追价的话 你又间接地跟在美姐后面追价 与其你一直在跟着美姐后面追价 你有没有想过 一开始就跟上美姐的脚步 那么接下来 既大同 既重点族群 既电缆族群 之后 下一档你想不想跟上 下一档 我们还是一样 要全面领先布局 你想跟上吗 你如果想跟上的话 美姐在今天 还是一样 持续推出这个 178限时优惠专案 光芒四色五彩缤纷 只要你掌握对股票 绝对是缤纷的 178的优惠专案 限时的哦 欢迎你的加入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你利用广告时间的 联络方式 跟我们相处联络 最后呢 祝大家操作顺利 另外呢 周末假期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Outm